金门战役的第三天,渡海攻击的九千将士全军覆没,解放军使兵团下达了撤销战斗的命令,前线总指挥萧峰下令全部炮群对准金门岛猛烈轰击。 一分钟后,轰龙炮声停止,大海的两岸又寂静下来,此后两天,他一直矗立在海边,双眼含泪,凝望金门,不吃不喝。 低级飞来轰炸,净为袁大喊,手掌,低级,快躲避,但他依然不动。 四十年后,萧峰写道,如果这颗炸弹落在我的身旁,让我遵随那些形成在金门岛上的战友,我的心就不会永远痛苦了。 1955年,萧峰被授予大校军衔,1961年,由毛泽东特批进程为少将,他再也没有带过兵,一直是副军级。 和金门作战时的植物一样,没生没降。